要如何成功勤劃中备到社区关怀的固点 跟大家来进行活动 各种固定的安排整个都非常重要 为了在整个社区关怀的固点 就安排到港湖市 配合到流行音乐 中备对着老师一步一步 来跳出各种动作 虽然是也没有认识 不过这个屋子是一点都没做 开合到流行音乐 可以看到社区中备对着基德老师 带着虎心跳出各种动作 这是为了在整个社区关怀的固点 这才进行每天的课程华东 这是由康素平老师所担任的功夫赛人用 功夫赛就是考验老人家的体力方面的运动 最主要是我们会结合日本太古 然后去做一个表演的呈现 然后当然我们里面你的手脑跟脚的部分 都要运用的很协调 我们才有办法打这个功夫赛 所以我们这个课程会有一阵子的功夫赛的课程 然后让老人家们来训练这样子 你其实建立中阳北 才刚接受功夫赛这项课典 你未来也能配合Paco来进行表演 不过前可能还没有太熟练 不过办事的刷子点都没做 你每个人在身体脑袋方面 也都保持在最多的状态 我觉得退化可能如果你没有出来走动 跟上一些课程的话 你的退化会非常的快 然后像他们的关节 那个膝盖的关节或是手的关节 其实因为年轻的时候 体力劳累工作的关系 所以其实都不是这么的灵活 可是经由我们课程带动的时候 他就可以有所练习 那我们也会给他们鼓励 所以原本我们可能只能上半个小时的课程 我们现在可以上到一个半钟头 都可以持续的有体力上下去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一个 没有退化就是一个进步的表现 要如何去中备到社区关怀古典给大家活动 其中课程几位就最重要 你去四个社区关怀古典 这是每一天都让中备 有多密码分的课程 让人们信话过得越来越精彩 几点都买不了 现在就贾民贵林区彩虹报道